少女接起电话 电话称传的男人的声音 赶紧还钱 否则就让所有人看到你的裸罩 少女一听脸色煞白 原来她借的裸带现在该还钱了 可谁又能想到她其实并不缺钱 借裸带 竟只是为了买了一些昂贵的蛇车瓶 少女名叫小雅 是名在校大学生 在花季的年龄 哪个少女不外媚 很快她就被琳琅满目的蛇车瓶吸引了 但没有那么多钱的她 一念直插 就用自己的裸罩借了一笔贷款 看着自己身上光鲜亮眼的衣服 而是有羡慕的目光 她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但花钱一时爽 到了还钱的时候 却连高昂的利息都还不起 而如果不还钱 那么自己白花花的身体 会被许多人看到 别人会怎么想自己 是不是会认为自己是个不知廉耻的人 那以后还怎么上学 怎么生活 那自己这一辈子就毁了 更不敢告诉父母的她 只能选择去酒吧 做兼职 希望赚取高提成来还钱 但她不知道自己即将掉入一个 更大的陷阱 来到酒吧的小雅 很快凭借出色的长相 成为了销罐 就连老板都对她颇为赏识 但酒吧的工作 常常忙碌的很晚 为了不影响市友 她找了个借口 皇城和男友在外租房子住 但在小雪看来却很可疑 生怕小雅走上歧途的她 决定偷偷跟踪小雅 反观小雅 还沉浸在 马上就能通过提成 来还掉贷款的美梦中 却不知酒吧这混乱的地方 那是她一个出入社会的小女孩 能掌控的 酒吧你的钱是那么容易赚的吗 小雅借了裸袋 无意还钱 只好来到鱼龙混杂的夜场工作 可美丽的女孩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格外关注 这一天上班 就被一群混混逼着喝酒 可小雅不敢反抗 拿起一瓶酒就准备干了 却浑然不知酒里被人下了药 千军一发之际 闺蜜小雪突然出现 一把堵过小雅的酒 就要拧她离开 但小混混们 哪能看到到手的鸭子悲嫩呢 直接就把两人围了起来 小雪也是毫不客气 直接把酒扑到了领头的混混脸上 被激怒混混们直接动手了 就在小雅和小雪寡不敌重时 房间门被推开了 原来是酒吧的经理小强来了 小强自掏腰包 帮他们摆平了麻烦 小强很喜欢小雅 一直在能力范围内帮着她 怕小雅被吓到 便让她回去休息 小雪的到来虽然帮了她 但也带来了个坏消息 原来小雅的裸照 已经被发到了小雪的手机上 看着手机中不堪的自己 小雅脑袋嗡嗡的 只能把自己裸带的事和小雪说了 小雪建议报警 但害怕被父母知道的小雅 拒绝了 只想通过打工来还债 见小雅态度坚决 小雪也只能叮嘱小雅 让她注意安全 为了挣更多的钱 小雅无赖从卖酒小妹 转行赔酒 而小强甚至瞒着她偷做假账 挪用公司的钱来帮她还网贷 即使这样小雅的贷款还有很多 而小强因为被手下小刚出卖 而被公司发现了她做假账的事 随后被一顿毒打 并被要求一周内把账平了 否则卸她一条腿 贪财的小刚看到了小强已经没有了价值 便把主意打到了小雅身上 由于知道小雅缺钱 便给她推荐了一个来钱更快的工作 那就是女性公关 不仅能帮自己还掉网贷 艾伦救小强一命 小雅一想到要做那种出卖身体的职业 她本能是拒绝的 但已经走投无路的她 想到自己的欠战和为她受伤的小强 只能咬牙答应了 第二天在小刚的带领下来到了酒店 房间中面对陌生的男人 小雅异常紧张 浑浑噩噩的洗完了澡 这时手机突然响了 原来是小雪打来的 小雪在电话中问她在哪里 小雅支支吾吾的不说 而外面猴急的男人 则一直让她快点洗澡 谁知男人的生意被小雪听到了 马上意识到小雪在干什么 于是立马报了警 并找到了小强 两人随即立刻开始各个酒店找 终于在这酒店的大厅里 发现了小当 一顿传打脚踢后 知道了小雅所在的房间 于是两人连忙冲进了电梯 小雅为了还清裸带的钱 被迫走上了最耻辱的道路 可真到了真枪实弹的时候 她却实在忍不住恶心 想要离开 可小雅年轻貌美 胖男人早就心花路放 又起龙放她离开 眼看小雅就咬尸身 酒店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男人吓得连忙拿衣服跑了出去 原来找不到人的小强 按响了警报铃 这才终于找到了小雅 但一步未平一步又起 就在几人准备开车离开时 小刚早已在车上等候多时了 刚才逃跑的男人也被绑在了车里 小刚直接拿出一把刀 滴在小雪的脖子上 丧心病狂的他执意要小雅和男人完成交易 只为拿到佣金 小强只能把车开到了一处破旧的厂房中 小刚一脚把男人和小雅踹到在地 竟然两人众目睽睽之下交易 但已经吓傻了的懒忍 连作案工具都控制不了如何交易 就在小刚分身时 小强突然袭击 踢飞了小刚 但双手被绑住的他 哪里是小刚的对手 急下就被撂倒 小雪帮忙也是无济于事 被激怒了小刚 二话不说就要杀了小强 还好关键时刻 警察根据小雪的手机定位 找到了这里 及时救下了几人 小刚和他背后的老板最终都被抓获了 小雅也重获了新生 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规 小美的事不是个例 王贷犹如网络鸦片一样 使许多年轻人因为爱慕虚荣 而身陷其中 看似轻松就能拿到一大笔钱 但看不见的那些 往往会成为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害怕的受害者 会进入以带养带的恶性循环 结果却是窟窿越来越大 最终弄到父母狼狈不堪 更有甚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希望所有人都能引以为戒 理性消费 不要被王贷回了自己的人生 不是江宗 普通话不普通 我们下期再见